由我和我的同事胡启明 一起给大家带来一个分享 叫做 当Finox遇到云原生 Finox是什么 它本身就是云成本管理 或者云成本优化 那么我们就希望看一看 借助云原生的这个技术战 我们能对云的成本 做怎样的这样的一个 极致的管理和优化 好 那简单做个自我介绍 我们两个都来自腾讯云 作为这个腾讯云的技术专家 也是我们开源项目 就是成本优化管理的 CRAN这个项目的 这个联合创始人 那启明是我们这个项目的 开源负责人 那我个人是CNCF的大使 也是Kubernetes生产化时间之路的 作者 然后我跟启明也一起翻译过 Cloud Phenops这本书 那我本身是极客时间 原生训练营的讲师 启明这边 主要就是各个峰会的 一些活跃演讲者 所以大家关于Kubernetes 各方面的一些技术 有什么样的点可以讨论的话 欢迎大家后续持续交流 好 那我们为什么要做 这个成本优化这个事情 大家我相信 经过一天的这个技术步道 大家应该听到很多这种 令人兴奋的科技创新点 对吧 各种先进的技术 那很多人其实不太关注说 我这个新的技术 它的成本到底是多少 它有没有给公司带来价值 通常这些问题 都是企业经营者 要去关心的事情 那为了满足 就是腾讯 从2020年到2021年开始 就在做全量的这个 容器化的 应用的容器化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成本一直是我们 最最最关注的一个点 为什么做成本优化 这里面其实有外在的因素 和内部的因素 外在因素是什么呢 我们很多的这种 调查报告显示 对吧 Kubernetes 它一定是未来的趋势 虽然现在的占比 可能不高 现在通常 一家公司大概就是 原生的技术占占比 大概在15%左右 但是它的普及度 越来越高 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 上升趋势 所以Kubernetes是未来 这是很多人 监定看好的一个方向 然后另外 再一方面 就是大家随着 不断的上云 但是成本 其实是失控的 也有很多报告 去佐证 无论是Flexra 还是Gartner 还是中国的IDC 的这些调查报告 都显示 有30%的成本 是浪费的 那你想一想 如果你一年 花一个亿在云上 那30%的成本 是非常可观的 一个事情 那我们就想 能不能利用 我们作为 云研生技术专家 以云研生的 各种调度技术 去做极致的成本优化 这给企业带来的收益 是非常之大的 这是我们做这个事情的 外部驱动 那内部驱动 腾讯 自研业务非常之大 规模非常之大 我们有 100万台物理机 有 5000万核的CPU 要去管理 来支撑 腾讯自研的 所有业务 所以这个规模 我们节省10%的成本 这个收益 是非常非常大的 一个数字 然后这就是我们 做这件事情的 一个动力 那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是FinOps FinOps是 Financial Operation 其实我们 大家都知道 DevOps 对吧 DevOps是我们 通过各种敏捷的方法 通过标准化的一些 流程的定制 包括各种工具 来实现敏捷的这种 应用发布和管理 对吧 那FinOps就是类似的 它也是一系列的方法 一系列的工具 说你企业要去实现 云城模优化 你应该怎么样去做 所以FinOps本身 也是有个基金会的 它也隶属于Linux基金会 那FinOps它更多的是 去定义这种方法论的框架 和一些最佳实践 那Cloud Native又给我们 提供了各种技术的手段 所以我们就在想 说我们原生的技术战 能够在FinOps所定义的 各个阶段 FinOps说你要去做 云城本优化 你首先得感知成本 然后你再去优化 然后你通过持续运营 去实现这种 不断的成本降低 这是FinOps所提出的 一个三阶段理论 那么针对任何一个阶段 Kubernetes又有很多的 这种技术手段去支撑 比如说Kubernetes 是面向应用的 那么这种声明式的定义 它你对任何应用层级的 这种成本的开销和趋势的分析 就变得非常简单了 对吧 那么它就可以支撑成本 洞察这个阶段 比如说Kubernetes提供了 很多的统一观测 提供了一些用量 那么基于这些 我们就可以去对这个业务 去进行资源的画像 那有了这个资源画像 我就可以去做一些 更智能的调度 我就可以去做一些 极致的这种成本优化 对吧 那么第二阶段 我也有很多工具去支撑 那么第三呢 我可以从运营的角度 Kubernetes这种技术架构下面 我也可以有很多 原来做不到的一些 运营的一些指标 或者是一些模型 原来定义不清楚 那么现在我也可以就做到了 所以就是原生的这个技术站 就为FindOps提供了 一个全方位的支撑 那么除了三阶段 FindOps还去建议说 你要去在一个企业里面 去做成本优化 它不仅仅是技术上的事 同时它也是运营上的事 那么运营要成功 就离不开组织架构的支撑 那么组织架构支撑 就需要决策层的授权 然后要有FindOps团队的 整体的把控 有平台侧和应用侧的这种团队的支持 这个事情才能走下去 那腾讯是怎么做的呢 腾讯也做了类似的事情 这个事情当腾讯有这个组织架构的时候 其实我们还不知道FindOps的这些方法论 但是我们最后发现 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 跟FindOps基金会所推崇的方法论 是不谋而合的 那怎么做 首先我们每个事业群 会有一个技术委员会 这个技术委员会会有 整个事业群的最大领导 就是所有的高管 作为这个技术委员会的委员 那么他做什么呢 去做授权 去做跨团队的拉通 那么把这个事情 从上而下去做授权 然后接下来的重要的一个核心组织 就是我们的运管团队 那么运管团队做什么 他管所有资源的规划和定价 那么同时呢 他会推出这种成熟度模型 来考核所有的平台和所有的业务 考核你做得好不好 然后这里面我们内部实现了这种 最终的就是 因为有计费嘛 所以我们会对每一个业务 每一个平台去做真正的计费 就是这个平台 虽然是面向腾讯内部业务的 但不是免费的 你业务要用的话 我像公有员一样给你计费 这样的话 那么每个团队在使用资源的时候 他就知道这个东西 我是不是无成本的一个平台 对吧 那么他就会有动力去做这种成本优化 那这是运维手段去保障 那同时我们提供了这种灵活的计费模型 来牵引业务去用什么样的设备 去用哪里的设备 这是运维手段 那么它是我们整个运维的最核心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应用和平台测 如何去配合运管来实现公司级的成本优化 就是这么大体量下 我如何去驱动整个世界 所以它离不开组织的支撑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推出了一个云成熟度模型 这个成熟度模型 就会去考核平台和业务 举个例子 那你平台用的好不好 我就看你利用率 我看你HPA 我看你的大核心还是小核心 就是你的这种业务架构 我看你是不是无状态的 是不是可以授权平台任意迁移 这些事情通过这样的一个公式 来考核所有的业务 平台是类似 有了这样的一个考核公式 有了一个标准的KPI 那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个部门 其实就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 说我要达到多少分 那我离每一项的分数 哪一项分数差得多 我就应该去有针对性地去做优化 这样来引导业务去做持续的优化 好 那这是我们的一个计费模型 这个模型看起来很复杂 其实它的逻辑很简单 就是你一个业务跑在云上 你要用CPU 要用内存 要用存储 对吧 要用网络 那每一个资源都有它的单价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基本 就是Unit Price 一个基本的单位的定价 这个定价怎么来的呢 就是这个资源的采购成本 除以乘上它的这个销售率 售卖率 我们叫售卖率 比如说我一个CPU是 50块钱买来的 但是我买100个CPU 只能卖出去90核 卖给业务 10核是空闲的 那我就得考虑到这个空置的成本 也要谈给业务 那如果我能卖出120 130的话 那我就相当于我超卖了嘛 那我这个单价就下幅 对吧 我闲置的越多 我这个单价要越上幅 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成本定价 然后呢 会有一个灵活的Discount的模型 就是说我们本身 这个设备都是一构的 地域也是多种多样的 那你用旧代词的设备 你用便宜 就是那种性能比较差的设备 我一定会给你折扣 你在北京 南京 要用北京或者广州 这种热门地域要用设备 那价格可能高 但你用一个 我们闲置比较多的地域的设备 那我就给你折扣 通过这种灵活的折扣 来引导业务 去使用我们希望 优先消耗的那些设备 那这张图就是更多的是 我们在整个优化过程中 所总结出来的一些方法论吧 就是说 如果我们要去 借助Kubernetes的这些手段 去做旗帜的成本优化 我们应该从哪开始 一步一步怎么样去优化 有哪些地方是可以优化的 那么第一步 通常我们在讲 Kubernetes的调度手段 都是在讲它的装箱的 对吧 你业务需求是多少 我下面有多少资源 那么 这个就叫做 通常我们把业务调到 到我的这个集群里面 叫做装箱对吧 那所谓的装箱率就是 我有100个CPU 你能装进来多少 对吧 所以第一步通常我们是希望 去提升整个集群的装箱率 那这里怎么做呢 Kubernetes的默认调度器 比如说Kubernetes的默认调度器 它是均衡装箱 对吧 就是哪个机器更闲 它就往哪装 那么这种手段就会 它是面向更优于性能的 就是它均衡整个集群的负载 但是会导致 如果你业务很少 就是每台机器 它都占10%或者20% 对吧 那你整个集群 其实有大量的浪费 那么这里面 我们就会去做 很多的这种策略调整 比如说我去做紧凑装箱 可能很简单的 一个策略调整 就能够实现 很大的一个提升 比如说紧凑装箱 那我可能三台机器装满 然后剩下机器全空掉 空掉我就把它退回 这样的话 我整个的集群利用率 就上来了 对吧 这是第一步 那第二步呢 就是我装箱率上去了以后 但是我集群利用率 不一定高 很多业务会过配的 它会超配 对吧 每个业务都认为 自己需求是 自己的业务最重要 我就要最好的硬件 最多的资源 对吧 那么它超卖了以后 就是它 超配 它本来需要一个CPU 但它需求十个CPU 那就会导致 即使我装箱装满了 整个集群的利用率也不高 对吧 那第二个部分 我们就开发了 这种面向利用率的 负载感知调度器 就是如果一个节点 它的负载不高 即使你request 已经装满了 我还可以继续往里面装 那这样的话 就是我既可以保证 在保证业务稳定性的前提下 我可以尽量高的去提升 这个业务的部署密度 对吧 那么第三步 就是我单集群做了很多优化 那可能 这都是我们在时间过程中 遇到的很多场景 一个个总结下来的 我可能会发现 说我这个集群已经满了 就是内存已经满了 但是另外一个集群 内存很多 那我能不能把这批业务 迁到另外一个集群去 所以我们就去推出这种 跨集群的调度和重调度 我希望把一些业务 能够智能地发现 说另外一个集群 有内存资源 我把它迁过去 还有这是 我跨集群都做完了 待会我依然会有一些资源是有平静的 那这个时候会说明什么 说明我的机型不匹配 对吧 所以我在扩缩容的时候 去做机器上架的时候 我要去选择更多的 就是适合我业务需求的这种机器 那就是我们下面的一个阶段 然后最后还有就是 有些业务 就是确实非常非常 你的需求不合理 你可能CPU内存比 可能是一比十或者一比二十 那这种时候我们就提供了很多的能力 去帮业务去做优化 比如说内存卸载等等技术 OK 那 其实 刚刚所说的那个整个的TrilMap 就是我们一步一步这么做 那最终的一个实现 就是我们这些 这些技术积累了 就是针对提升装箱率 我们去做了这种 策略优化 把这种均衡装箱转成紧凑装箱 这里面其实就非常简单了 你可能认为说 好像也没什么呀 没什么创新嘛 只是调了一个Profile 对吧 那这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积累 比如说纯CPU集权 你调成什么Profile 然后GPU集权 你可能要用另外一种Profile去调 对吧 那彼此的权重又是怎么配的 这里面就有很多的数字 数字的调配在里面 那么还有 这个业务迁移非常重要 为什么重要 我们为这个事情做了大量的工作 就是很多业务是有状态的 那有状态意味着它不可迁移 对吧 那我平台 随着业务的扩容缩容 我很容易出现 一台机器上剩余几个Pod的这种情况 那在这种情况下面 如果业务不允许迁移 那我这个协计点就都控制了 对吧 所以我们就开发了说 你是不是授权平台可迁移 如果授权我就自动迁移 不授权我就通知迁移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通知的工作流 来告知业务说 这批节点要下写 你来授权 那面向利用率的这种 这种调度呢 就是我们刚才我说的 我基于业务的资源化项 节点的资源化项 来面向利用率去调度 而不是面向这个Kubernetes的 这种request的生命式去调度 还有我们挖掘了 内部的就是这种进线业务 就是基于FaaS的 像这种事件驱动的业务 我们认为它是可以是进线的 那我们就把这种进线业务 基于我们的内核能力 去实现了差异化的SLA的混布 就是我在线和离线 混布在一起 那离线的入口 就是我们的FaaS平台 那边过来的这种异步的这种job 都是以更低的优先级 运行在我们的集群里面 好 我们有很多的技术积累 我过得很快 因为我们时间很短 那我们就在想说 这么多的技术积累 我们有没有办法把它共享出来 能够让整个社区也得到回馈 所以我们就开远了Current这个项目 那接下来去让我的同事起名 来介绍一下Current 谢谢樊杰 正如刚才说的 我们将腾讯这几年的一些总结和思考 然后做了这样一个开源项目 贡献到社区 也就是Current Current呢 它这个名字呢 是来自于Cloud Resource Analysis and Ecomity 这个整体的一个缩写 那Current它是一个ThinkOps的一站式的平台 也就是意味着你可以去通过一键安装的方式 就可以直接去使用了 那么在社区的一些经营方面呢 它也是ThinkOps的Foundation 我们前面也介绍到了 我们Current是第一个通过了这个ThinkOps认证的开源项目 然后从国家的一些评比和奖项上来看的话 Current它也拿了一些国家级的一些认证和奖项 这个有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 下面介绍一下Current整个的项目的一个架构 那么首先呢我们会有一些基础的开箱机用的功能 包括一些成本的观测 成本的分析和成本的展示 还有一些基础的能力 那我们会把它放到一个基础的组件叫CurrentD 它是一个KBIS中的Deployment 那么在接下来呢我们会把一些高阶的调度和重调度的能力 放到我们的一个组件叫CurrentScheduler 它也是一个调度器 但是呢它是兼容了KBIS的这个SchedulerFoundwork去实现的 那么在混布方面呢 Current我们也提供了一个Agent 它通过DeploymentScheduler的方式 部署在每一个节点上 那么这个Agent呢它会跟我们的一些Ninux的一些能力 比如说一些Cgroup的一些配置 做一些整合 提供一些混布所需要的资源的隔离能力 当然整体呢我们还会依赖监控的系统 比如说普罗米修斯 因为我们在做一些成本的分析 包括应用的分析的时候 它是需要从监控系统中 去拉到一些metrics数据的 好那么下面的话 因为前面我们也聊到了很多一些技术方案 包括一些思考 那么接下来我们会讲的更具体一点 我们通过三个UserCase来去跟大家分享 Current我们最常见的用户 所会使用到的一些场景 第一个场景呢 这个用户呢 它的使用是这样的 它把它所有的集群里面的整个CPU的使用 汇聚到一起 进行了一个分析 它就发现呢 它这上面全是在线应用 它的在线应用 CPU的利用率平均在10%左右 那整体呢 在5%到15%之间徘徊 那么我们可以发现 这其实是有一定的资源浪费的 同时呢 我们也去帮它去分析了一下 它很多的在线业务呢 应用去设置的时候 它没有做一些自动的分析 所以说应用的管理者 或者运维 它去配置它的应用规格的时候 是凭自己的一个 一个主观的一个感受去配的 所以说这里的话 就有一个可以优化的点 我们可以使用 Current里面的规格推荐 来去帮助它 规格推荐这个能力呢 它是说我们定义了一个CID 叫Recommendation Rule 这个CID呢 它会去group一些KBIS中的资源 比如说一些workload deployment stable set等等 同时呢 它还会去定义一些 周期性运行的参数 比如说每天或者每小时 会去跑这样的一个推荐的任务 那么这个任务呢 它在运行之后呢 就会生成一些推荐的建议 这些建议呢 我们会针对于不同的资源类型 来给出一些不同的推荐结果 比如说如果是对于规格的推荐 我们会给出一个推荐的 CPU和绿存的规格 如果说是一个副本数的推荐 我们会给出一个推荐的副本数 那么这一套系统呢 我们推荐用户可以去这样 去跟它的系统做集成 第一种方式呢 是集成到它的控制台中 它可以看到它的应用 有哪一些workload是可以做优化的 那么它就可以在这里 触发一次这个应用的重新发布 来更改它执行中的规格 那另外一种方式呢 是我们可以通过 跟它的CICD pipeline集成 它的publine中可以检测到 它的应用有没有关联的推荐对象 而且自动生成一个pro request 那么当用户它review完这个request之后 这个代码被合固之后 它就会通过CID的流程 自动的更新到它的线上集训中了 最终的一个结果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一个用户的 这是我们一个集训中 它的容器的一个规格的分布 它横座标是CPU 中座标是内存 在使用推荐之前呢 它整个的一个规格的分布呢 是偏大的 那么在apply完我们的一个推荐结果呢 它整个的规格的分布呢 有一个显著的降低 OK 那么这是我们第一个user case的一个结果 我们的应用 它的整体的CPU的用量 在没有显著的这个降低的情况下 这本平稳的情况下呢 它的总共的CPU的 这个总量有了一个显著的降低 降低了25% 这是第一个case 第二个case呢 这个用户呢 它是一个云上的用户 然后它的应用呢 有一个显著的 这个潮汐性的一个变化 同时呢 它的应用也做了一个云原生的 无状态的改造 所以它可以去scale 第三个呢 就是它一直在使用我们云上的一些 一些autoscaling 弹性的一些特点 它就可以快速地去对它的集群 做扩容和缩容 那么这个场景呢 我们就很容易想到 我们可以使用 CPU S中的这个水平伸缩的这个能力来去做 但是呢 CPU S的HPA它有一个问题 它的扩容是依赖于实时数据去做的 那么它的一个问题是 当我们的流量真的来临的时候 我们的业务往往是来不及扩容的 所以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引入了 EHPA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它通过一些算法 来提前的实现一个扩容 那么这里使用的算法呢 是这个时间序列的预测算法 我们去把过去一段时间的时间序列 进行一个分析 来预测未来的一个周期 那么把这样的一个数据呢 在往前重放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做到提前的去扩容了 同样的原理呢 因为我们知道未来它的数据的走势 我们就可以避免一些没有必要的缩容 比如说它的这个负载下降之后 又立刻快速的又回升 这种场景我们就可以提前的去感知 并且不去做缩容 那EHPA同样的 我们还支持了基于Chrome-based的一个scaling 因为我们在一些节假日的场景 或者说它的业务明确知道 它未来的一个扩容计划的场景 它是可以去做这样的Chrome-based的配置的 那么这个策略呢 会跟这个预测driven的 整体的去做一个merge 就两边取一个较大值来做兜底 整个的EHPA它的对象呢 这是一个例子 基本跟社区的HPA是兼容的 唯一多了我们的预测部分的一些原数据 和这个Chrome能力的一些配置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支持一些DryRound的能力 就是你可以通过DryRound的方式去跑HPA 来去观测它的一个行为 那么除了HPA以外 我们的业务要想在云上做弹性 我们还需要对集群的 对集群本身做一个伸说 那么我们可以想到 可以使用我们的cluster的autoscaler 那这个能力的话也是比较成熟 但相信大家也比较 可能有些了解 就是我们的集群 一旦出现pending pod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地去扩容 那么但是同时呢 如果有节点它上面的pod消失 就是没有了节点之后 一些空了节点 它就会自动把这些节点再缩掉 那么在用户的 这个用户的场景呢 它是这样去做的 首先呢 它会去购买一些EP机器 EP机器呢 是包年包月的 那它会把它的业务 部署在GP机器上 同时呢 GP机器的这个容量 刚好呢 是满足它晚上的时候 它的这个业务的容量的 那到白天 业务红红来临之前 通过我们的预测算法 它可以提前地去做扩容 那扩容出来的pod呢 会产生一些pending的pod 因为它的集群的容量不够嘛 这时候它就会自动扩出一些 暗量机费的节点出来 那么这些新的pod 就会涨到这个暗量机费的节点上去 来 等支撑完这个容量红红之后 这些pod呢 它会缩回去 那缩回去之后呢 GP GP是因为它使用的是deployment deployment它 在缩容的时候 优先会缩那些 心脏出来的pod 所以GP节点它的pod 在被缩光之后 它就成为了一个空的节点 那空的节点呢 又会被cluster的autoscaler给回收 这样的话 它就做到了晚上的时候 它又退回原来的这个 暴零暴零的集群了 在这个场景中呢 最后用户的一个结果是 这个下面呢 这是下面的部分呢 是我们的一个预测的一个结果 就是 即便比较抖动 比较有毛刺的 是它实际的一个业务的 流量的一个走势 那么跟它贴着的这条线呢 是我们预测出来的一个走势 可以看到还是比较准确的 那么基于这样子的一套架构 它整体的利用率 在峰值的时候 白天的时候能达到70% 那一天下来 整体的平均的利用率 在40%几 那在一个纯在线的一个 用户场景中 这个利用率还是比较高的 在第三个场景 我们的 第三个场景呢 我们的用户 他遇到了一个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他的集群 他的装箱率 已经做得比较好了 已经做了80%几了 但是呢 他发现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我们的装箱做到80%几 再也上不去了 因为他的集群中的节点 有很多是 比如说是CPU内存比是1比2的 但是呢 他的业务很多是1比4或者1比3的 这就导致了 部分节点 他的一个资源 一定是有一些碎片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是 他的节点 虽然装满了 但是呢 他实际的使用量 却差异很大 有的节点 他的使用量非常非常的低 但是有的节点呢 使用量又非常的高 产生了一些不稳定性的一些因素 那怎么解决这两个问题呢 对于这个 我们节点 整个分布不均的问题 我们可以想到 可以通过调度和重调度的方式来去做 我们知道社区的 scheduler 它的一个调度是基于 request去做的 那么 这就引发了刚才 这个用户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考虑到 可以通过实际的负载 来去影响整个调度的一个打分 比如说我们这里 这个场景 我们设立了一个调度的水位线 是45% 那么节点三 它的一个 一个小时的 最高的负载 到了70% 所以它超过了这个水位线 它就不会被调度到这个节点上 同时呢 节点一和节点二 节点二它 五分钟之内的 负载的 值 偏高 所以我们在调度打分的时候 我们就会优先把新的Pod 调度到这个节点一上面 那在重调度的场景下 我们这里设了一个 重调度的水位线 是60%的负载 也就是 当这个节点它的一个load 超过60%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 我们就会把这个节点上的Pod 驱逐 直到降到什么值呢 降到我们的一个target的 水位线 是50% 所以说在这个 在这个场景下 我们就会触发 这个节点的重调度 把这个节点上的Pod 驱逐到集群中 负载较低的节点上 这个就实现 调度和重调度 整体就实现了 这个集群中节点 利用率的一个均衡 那么针对于 刚才讲的第一个问题 碎片问题怎么解决呢 我们 我们 我们做了这个 offline的 重调度的能力 它会 在每天的 晚上的时间 去计算 我们这个集群中 所有的 这个节点和Pod的装箱情况 使用BingPack的算法 重新地进行调度 来去 计算 因为我们的调度 它永远是在那个时刻的最优节 我们离线计算是可以得到 全局的一个最优节 这样的话 算出一个 全局最优的一个调度结果 那么他就发现 是不是通过一些 腾挪 可以腾挪素的一些节点出来 那么 就会生成一个 最优的 这个 装箱的 这个计划 那么就会跟我们线上的 这个装箱计划 做一个比较 就生成一个 Migration Plan 那最后的一个效果 我们可以看一下 首先从 集群的 整体的这个 平衡度来讲 它的 在线的利用率 到了48% 因为我们装箱率 也有所提升 然后整体它 节点的 利用率的方差 降到了10% 在前面那张图上 它是20%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碎片的问题 我们整个集群中 它的装箱率 大于超过了95% 并且呢 我们集群是一个 易购的集群 就是说它也有一些 IP的 除了CPU内存以外 还有一些IP的资源 还有一些GPU的资源 整体达到了95% 以上的装箱率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Crain这个项目的 一些用户的情况 就大家实际的 落地的一些场景 那在内部的话 Crain这个项目是我们 集群中 默认安装的一个组件 那么在线的 核心的管理的是 7个Billion 同时呢 在离线的集群中 我们也 reclaim的 7个Billion的CPU 用来去支持一些 理线的Job 那么在公营上呢 TKE的一些能力 包括超级节点 原生节点 TDCC等等 都内置了 Crain里面的部分能力 然后在开源的用户呢 我们也 也有好多 互联网的 或者一些传统企业 也在使用我们的项目 那对于未来的一些计划呢 我们可能 会从这几个方向去做 第一个呢 是这个一些基于算法的一些调度 第二个呢 是基于一些AI算法的预测 第三个呢 是我们的一些 Crain自己的节点的超卖的方案 第四个呢 是跟CICD框架的一些集成 那么主要内容是这么多 现在来就是有些问题的话 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我就有个问题啊 就是我看过那个FinOps基金会的一个演讲 他有一句话非常的经典 就是更高的利用率 并不意味着成本更低 然后更低的利用率 也不意味着成本更高 那比如说 举个例子就是 AWS它那个计费模型 每个机械计费模型有成 可能有三百种 有Spot Instance Resolve Instance 还有一个Undamined 还有一个包年包月 那这种不同的模型下 相同的资源 价格是千差 差距非常大的 比如说Spot Instance 可能只有一折 你就算买CU10G 你就算百分之八十的利用率 我那个Spot Instance 可能就百分之一的利用率 但我仍然比你低 就是费用仍然比你 花费的那个更低 那就是说Crain对这方面 未来会不会做相关的一个 演进或者设计 就是这方面 很好的问题啊 就是FinOps 其实两个大的方向 一个是Rate的Optimize 一个是Usage的Optimize 就是一个是费率优化 一个是用量优化 那费率优化呢 其实很多能力是 就是你收到一份账单 你这份账单如何拆解 你有哪些设备类型 包年包月的 然后这种按时按量的 然后这种Spot的 可抢占的 就是它的费率是不一样的 那FinOps一方面是说 你应该用更便宜的资源嘛 那在刚才那张图里面 其实有一部分是体现了 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有一页 回头你可以看一看 那个PPT 有一页是费率优化 就是我们怎么样把 更高的价格的这种资源 换成更低价格的这种资源 比如说我们的离线资源 其实就是在腾讯内部 可能就是二折三折的 这样的一个定价 那我们会牵引说 你这个业务如果不是 不是敏感型的 那你就来用离线资源 那你付出的代价是 你的SAO可能会下降 但是你成本会更低 那这里面你就可以 更大手大脚地去用资源了 那还有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我们 就是这个层面呢 Crent的成本可视化的部分 其实是有去做一部分的支撑 就是怎么看你的账单 然后另外就是Crent 更多的侧重的是 偏重说我们基于 调度的技术手段 去做这种用量的优化 就是usage to optimize 他的问题是怎么解决CodeStar 对 比如说我一个新的程序 这样拿了 是吧 就是他如果就是 刚才那个老师讲的 Files的理念 对吧 我看是说你们要有一定的 黑色的数据 才能给他一些 RentMentation 当然我新的一个来了 那我们不知道 从今内容是怎么解决CodeStar 如果是一个全新的项目的话 我们确实是要等一段时间的 因为有两种场景 一种场景是这个项目 我们他之前没有接这个我们的Crent 那么这时候他拿接了之后 因为那个是 它其实是有历史的一些监控数据的 这时候是可以直接拿到我们的推荐结果 海统场景是它是一个全新的项目 那这时候是没有推荐值的 但是如果想做的话 其实也有一些思路 我们可以对一些应用去做一些 就是如果你之前有一些应用 已经不上去的话 是可以做一些剧类的 就是如果有一些AI的能力的话 我想问关于复材感知调度的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它那个 我看它是用的重调度器 如果它超用了的话 是不是不能够及时的重调度 就是可能那个 就是那个重调度器可能感知没有那么 就是它可能一项接超用 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有一些是不是会有些故障之类的 这种情况怎么避免 是的 其实我们从需求上来看 如果它这个业务它一瞬间超过了这个水位线 是吧 这时候我们如果把它 是不是不希望把它重调度走 是吧 是这样的一个需求 但其实我其实是比较赞成 就是说如果它一瞬间超过了这个水位线 我们是要等一等的 因为它有可能是一个burst 它过一段时间它又下来了 那这种场景我们其实 可能稍微等一等会更加保守 或者更加安全一点 第二个问题是 你刚刚讲到它会设一个水位的预值 预值的话 设置的话是有什么经验的推荐吗 还是 你就讲的是设置什么40%多 是吧 但是这个值可能是不是不同的应用 它那个耐受性也不一样 而且有可能一个集群中不只是一种应用 它可能多种应用 它的耐受性都不一样 那是不是说不同的应用 它那个耐受性不一样的话 你这样设置一个预值可能也不是很合适 这个有什么建议吗 首先我们是有一个默认的这个配置的 就从腾讯的经验来看的话 一般比如说是60%的 这个水位线 对于在线业务来讲 是我们的一个经验值吧 就是它可能超过了这个值之后 它到70% 80% 在线业务的latency 就会影响比较大了 对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 因为是个大的资源池 不同类型的应用它是跑在一起的 所以说很难出现 就是同一类型的业务 在一个节点上 这样其实它的利用率也上不去嘛 所以说我觉得 我们那个经验值是60% 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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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 超卖比的话 就是我们有两套方案 一套是静态超卖 一套是动态超卖 然后静态超卖的话 基本上就是你 你对这个容量 做一个静态的扩容 比如说我就想对这个节点 做1.5倍的超卖 那你就成个1.5 然后还有一种动态的超卖 我们是基于节点当前的一个利用率 就是你设1.5 但是你设的这个1.5 可能是这个超卖的上限 它具体是多少 我们会随着这个节点的真实负载 去做波动的 就是如果它低负载 那我可能会一直往上超 超到你设置的这个上限 如果它水位上来的话 我们会把这个超卖比调回去 刚刚的问题是 EHPA是面向预测的 然后对于突发流量 不可预测的突发流量 怎么做 因为刚才启明老师说了 我们有HPA的策略去兜底 就是EHPA会包着HPA的定义的部分 所以不会有问题 你好老师 就是刚刚那个资源模型上 一直都是拿着CPU的去讲 然后在实际情况下 比如说内存的你怎么去预测 因为内存一般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它是一个硬资源 它不是像CPU这种 可以做实验面轮转 您说的是在弹性的场景 还是在超卖场景 弹性还有做资源预测的时候 是做资源推荐还是做资源预测 推荐 然后预测的时候 因为情况不一样 因为如果要是客户发起了流量 这个其实不太好预测 然后或者说有一定的拼差 如果要是自己能控制的 然后就是比如说类似于像大数据这种 然后倒是很好预测 对 在弹性的场景中 内存的话是不太适合用来 用来做这个指标的 因为内存它有很多的cache 所以说我们best practice 是很像的时候 一般配CPU 包括它的QPS 然后在VPA场景中 我们一般会计算内存 因为那个场景中 它还是能得到一个相对靠谱的值 在哪个场景 在VPA 就是规格推荐 我们会 我们刚才有一个能力叫做规格推荐 它会去推荐合理的CPU和内存的配置 那么内存的配置的话 我们是可以通过规格推荐来去给它一个推荐值的 它是根据你过去 比如说七天的一个内存的使用 来给它一个值 比如说像这个内存的使用率上 应该怎么样去算它的使用率呢 因为内存是预申请的 它一旦申请到一定值之后 它没有主动接下来的意愿 对 但是那个值其实就是它应该配的值了 我们不能低于它 它要拿那个理论峰值去做 就是那个预测的那个数据点 是的 我来补充一下 就是内存的预测其实挺难 然后这块我们很多时候是基于超卖去做的 就是很多业务它申请了内存 它就不会交还给操作系统了 所以它站着就是站着了 但是这里面真实的应用的 比如说Cubelet会按Working Set去做 它会用这个Available的 就是Usage 然后去减去它的Inactive File 去算它真实的占用 那我们也会用类似的这种公式 去计算它的业务的真实内存利用率 如果你申请了但是没用 那这个时候其实系统是可以回收的 那我就可以去做超卖 拿那个比如说那个RSS那些指标是吧 对类似这种 比RSS就是你看Cubelet的它的指标 我们用同相同的指标去做 不好意思 还最后一个 然后我的想像内存这种 因为我理解就是它是个硬资源 然后不太好做的情况下 是不是可以基于那个压测数据 比如说相同资源 它能承受多少的那个OPS 那个QPS 然后基于这种QPS进行服务的承载能力的就预配置 然后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就能规避这种呢 对对业务来说通常在腾讯内部有一个资源推导模型 就类似于你说的方式 是说我去预估一下我这个业务支撑的QPS是多少 然后基于这个QPS去压测 然后这个时候推导出来的这个资源使用率就是我真正的这个业务需求 但是你真实线上会不会用到QPS到不了 那可能就不达标 它就还是要往下缩 明白明白 好 谢谢老师 时间到 那个时间还有吗 那就是剩下的话我们可以线下到这边来交流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